花蓮的美景除了是在平面欣赏 更要透过实际的现场体验 春暖花开全台逢樱花 不过今天要带大家到百年历史的场所来赏花 而光复乡与瑞瑞乡交接处的百年新全郡 水郡两旁都种满了黄花枫林木 现在纽石一整排开满了黄色花朵 吸引了经过的游客下车打卡拍照 也成为了地方上另类的赏花秘境 清澈的流水 水郡两旁正直黄花枫林木花盛开 这里是台九县光复乡与瑞瑞乡交接处的百年新全水郡 这个新全郡是建于清代光绪15年 迄今超过百年历史 这段长达300公尺的郡路 水郡两边各种了一整排的黄花枫林木 是台糖公司在10年前栽种以保护水郡及田梗 每年三月 枫林木的花季都会信游客爽花 从地势较高的位置可拍到俯瞰的角度 光线适当之下还能拍到枫林木倒映在水中 形成美丽的黄金水郡景致也难怪成为了老少男女打卡拍照的最佳景点 前几年花旷不太好 虽然开花但显得稀疏 今年花季才刚开始 花旷感觉上已经比前两年好 预估花季可持续到三月中 记者时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